1月21日 由田津新导演的话剧 罗明欧与朱丽叶首度向媒体开放探班 出道现场临在场的媒体目瞪口呆 演员们居然集体打起了群架 这正是着实吓坏了道场的媒体 演员透露为纪念莎士比亚剧作诞成450周年 特意设计了接地气的开场期 莎士比亚的罗明欧与朱丽的设置非常极端 就是一开场就打架 所以大家就先把打架这个场面先给它弄出来 就是让中国观众能够看得懂 因为其实罗明欧与朱丽这个戏我们都看过 包括电影我们都看过 跟我们的感情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这次就是很想能知道这场爱情到底是什么的事 据了解不光是开场又创意 整场话剧里有动感的单车 另有枪战戏 沙王的名著瞬间被填到 改成了中国城乡结合体的罗明欧与朱丽业 我们节点还有枪战呢 所以就是两家大院的矛盾上升之后 毕竟是两家大院 然后有时候现场 有时候城乡结合部 有时候城市 然后它就是一个综合的 比较抽象的一个环境吧 据悉该话剧还在创作之中 想满足大家高涨的好奇心 走进剧院拭目以待吧 爱情娱乐 北京报道